牛翔加速 加速 贏了 牛翔实际战冠军 一把冒军 一把冒军 一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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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那些属于亚洲短跑的奇迹时刻 牛翔大阪九道成就大满冠 北京接力创造亚洲短跑历史 2007年大阪田徑实际赛 男子110米跨篮决赛 站上第九道的刘翔 正在朝着大满冠发起冲击 即使是最差的第九道 他也要冲击三年前说的那句 谁说黄种人不能是世界冠军 他要向全世界证明 黄种人也能是竞赛的 大满冠冠军 集世界记录和奥运会冠军于一身的他 将目光放在了 110米处的终点 出发了 快递公敌一个篮 国师商势领先 刘翔处于第三位 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往前前 刘翔加速 刘翔加速 加速 拼了 拼了 刘翔市锦赛冠军 2015年北京田径市锦赛男子百米接力决赛 这是市锦赛接力决赛 首次出现中国队 他们一路披荆斩棘 杀入决赛 带着所有黄种人的希望 四个二十出头的年轻选手将在北京圆梦 同时这场比赛的解说 除了杨健也外 刘翔也在其中 将第九道的传承延续 2019年钻石联赛 伦敦战男子200米比赛 同样是第九道 同样也是黄种人 谢震燕拿出了当时历史前五十的成绩 虽然他的名字并不响亮 但他的成就却十分耀眼 唯一一个跑进二十秒大关的黄种人 亚洲记录保持者 他还曾是亚洲的白米领头羊 在苏炳天爆发之前 他就是亚洲短跑霸主 他值得大家记住 中央炳天爆发 中央炳天爆发 中央炳天爆发